狼行吧 狼行明显上去这个万豪发挥 狼行玩这种战士英雄 有一说一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 来 对吧 什么铁男啊 剑魔啊 鳄鱼啊 对吧 那有点多 这版本比较适合这样的英雄 好了 不翻掉 最后一首 怎么说 宋航运姐上班位 是吧 会不会还是一抢万豪啊 宋一拿二 我觉得还是可以拿万豪啊 然后我这边 恶飞刘思这把要不要 我女枪不要了 那可能恶飞刘思还是不要 这把我不玩女枪了 我来个EaseR 也有可能 对 奥恩 先拿奥恩 还是万豪 上一把发挥出的手正热呢 对不对 我觉得以BSYY的一个风格 这把我还是奥恩 我可以奥恩加恶飞刘思 对不对 对 来了 我上把最后响了一下 好像女枪不太行 看看RG 这把RG会不会考虑先出一个 我感觉EZ其实可以考虑拿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拿EZ就是如果你不配猫咪的话 这个版本一般般 真的一般般 你要不就猫咪一起拿 你这手如果只拿一个小龙宝 然后先出中野 对吧 这手 雷格赛拿了 选个妖姬这种 妖姬 新的啦 左一 是吧 这把左一也不错 对 因为AD这手 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卡丽斯塔 是 卡丽斯塔也行 也就是卡丽斯塔了 你真 先拿布隆 就是直接点对点 是对奥恩 那这样卡丽斯塔也很 就是也很 可以接着拿出来嘛 这边 依旧是猪女吧 那猪女确实打雷格赛的话 效果不错 她不是很怕雷格赛 这样的英雄 而且并没有像巨罗上一局 那么限制她的 这个打野存在了 四五手 应该要针对一下AB了 或者说针对一下小虎 对吧 我觉得 把塞拉斯搬了呀 腰姬和左一这种搬一搬 我觉得把塞拉斯要搬一搬吧 不搬 不搬 不管 先搬 维鲁斯 看安基怎么做应对吧 这边辅助 会不会针对一下 还是去针对一下 左手的一个英雄 比如说上一局 被搬叫刀妹 对吧 这个跟猪妹 非常好配合的英雄 非常契合 非常契合 要再搬AD的话 搬什么 我觉得卡丽萨 是可以考虑的呀 是 其实EZ打右边这种 真还行 对吧 很灵活 就不怕你竹女 包吻这样开我 但是这个英雄 烈士太拉胯了 对吧 这英雄一旦 你稍微烈士一点 不过你要是下路选EZ 感觉中路就得是一个 法系大合 没什么存在感 还是卡丽萨 送上班位了 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其实安基 后续的一个AD选择 感觉不是很多了 比较少 搬一个什么 上一把这个黄鸡 还会不会 继续放给左手去用 这上一把 毕竟失误也比较大嘛 这把如果你再给到黄鸡的话 可能说 这把选择搬到维克托 这个也是守子哥 在年前那个比赛 远古巨龙团 维克托杀疯了 我记得 有印象 远古巨龙 那现在咱们做饭堂吧 鲁鲁吗 这把鲁鲁 游咪 游咪加恶菲流斯吗 一般般 主要是 主要 比较容易被针对 对 这个真的一般般 但还是想玩 算了算了 这真的继续不开团 就是想玩 游咪 那没办法 但是这个真的 我觉得这个组合有点一般 看一下Betty怎么选吧 这把对线 也没什么压力了 选什么都行 嗯 选一个能活下来 卡莎也不错吧 这把女警都可以 卡莎的话 就是跟着队友一起冲 打一个冲阵 真的这把女警都可以 我觉得EZ 就是队友不用他 就管打上半区 卡莎的话 前面打起来 可能战斗力会没那么强 但是团战的保证性高一点 就往中路起打的话 可能说收益高一点 是 看一下中路 小虎这边怎么拿 要先亮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先拿 萨拉斯这个阵容 可以拿 因为对面这把大招 依然很好偷 对啊 三是偷幽闭大贼某 好 刚才我已经确认过 那个偷 恶飞流斯是偷 当前武器的大 就偷当前武器的 左依 很强势的一个中野 那看淘宝这边 如何去应对 中单 卢西安 手子哥 一反上一局的颓势 这两个都是能 这吧 我感觉其实卢西安 可能说 整体收益上会高一点 因为毕竟有个优秘嘛 是吧 他这猫咪就可以不跟 恶飞流斯 是 就后期两手保障 因为毕竟你选了优秘了 如果说 这恶飞流斯出事了 这把感觉优秘没人挂了 但是手子哥还是选择了一个 戴安娜 这样就可能对线 没有路线那么强 但是打团的能力 是要猛很多的 如果 这个发育正常的话 同时 戴安娜这个英雄 其实大猫咪进场也很猛 而且之前就刚才 第一个BO3里面 也有看到嘛 这个角跃去兑现一个 左翼的一个兑现情况 那把其实效果也不错 就我角跃这个英雄 配合打野 其实很容易针对到你 这个中路这个点 尤其是打野这种 带一点控制 同时角跃也能够 比较好的帮朱妹铁被动 大家想一下 他作为一个近战英雄 对吧 他又能够第一时间 通过异技能 进对方的身 只要朱妹挂上被动 他就能够很好的帮助 朱妹挂上这个被动 你被我吸到 你其实挺难受的 对 所以说这把 我觉得这个 戴安娜也是有跟打野 配合上面的考虑吧 这场阵容 我觉得 比起上一局来讲 涛博的节奏上 稍微快一点 因为上一局 确实你黄金一选 这个节奏基本就定调了 对 我觉得上一把 可能说中野较量上 可能是RNG大获全胜吧 这把涛博这个中野 相对于上一把来说 更好联动一些 看能不能 对吧 把场子给找一找 是的 来吧 进入比赛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场 BO3第三个 BO3第二个小场 RNG对上淘宝 猫咪 猫咪加 厄菲流斯这个下路 确实强度还是比较低的 兑现的时候 这把刚才没注意 FOTIC带的一个技能 一个情况 配优秘 不知道会不会选择带手进化 我估计 应该会带进化吧 收益不是很高 但是说实话 对面控制技能有点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收益更高的了 你想 他控制有点致命 就你被布隆 或者被这个碎面气泡 碎到 他应该只能带进化 又没给他带治疗加点燃 来 RNG 加油 来 抛博 加油 可以 非常有气势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看看这场 现在 开局 猫咪都没给他带点燃 猫咪带的是虚弱加 治疗 就进化 因为确实杀不了 你是把带点燃 你打对面这两个人 没有什么想法 还是看中野一个较量吧 征服者一个角落 还是四个征服者 天赋 我感觉还要 再砍一下 还是有点过强了 主要还是 无脑 这个天赋 随便带 效果都不错 主要现在就ADAP都能用 很全面 自适应这个概念 一提出来 其实就有非常多这种 ADAP都能用的东西 马上看初期吧 初期 这把其实小龙宝 带截的能力是比较好的 而且 感觉三条路都有机会 上路比较难抓 中下其实都有机会 摸鱼飞弹摸到了 但是小明这边 是选择带了一个扫描 是 这个其实效果很好 就是你打这种远程辅助 你如果有个扫描的话 就保证草里没眼 你就可以一直在草里面站着 给对面一个压力 对吧 不然你被草里一放眼的话 你就只能被赶到后面去 你就 对现在就不能给到压力了 小这边一击换血 优秘还是比较强的呀 配合自己这个被动 卡莎这个英雄 也是马上要迎来一波加强 马上让他QW强化之后 效果要比原来好 而且后续W升级之后 是能返还70%的一个CB 是 主要是因为现在 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 前段时间卡下最低调到过T5 就是AD里胜率最低的那一档 现在不管是排位和比赛 其实大家都有点不想去玩 这个英雄 野区 狼行这边通过推线的优势 拽先步过来 找到了朱妹的位置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诶 EW抢了三个小的 8加16嘛 这波卡莎很气 难受 但这个位置 小龙小虎又来了呀 上有狼中有虎 卡莎只能装作没看见 但这个位置 被睡到了 有点危险 赶紧一个猪头 好 但这个位置小龙跑伞地 感觉要死了 木龙跟卡莎都来了 惩戒蛤蟆回了点血 给虚弱 伤害应该不太够 还有治疗 这波RG追的有点深了 奶回来了 是的 但这波 感觉技能上的交换 涛博可以接受 因为这边小明也是 把自己的双双 全部都用掉了 是 刚才还挺惊险的 还是短点燃啊 说白了 你中辅任意 有一个人有点燃 这种没有死了 就一个惩戒 再加一个治疗 回了一大口去 是 我上路上天了 这波很细节 我还以为他会等 这个护盾结束了 并没有细到位 顶起来 感觉要打手 怎么闪现 还是要死 我手子哥 感觉这 就给的有点太随意了 他被睡到了吗 其实你也不能怪 他没交伞多顶 因为他被睡到了 但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想 这波其实跟之前 艾康那波死亡 有点差不多 就是你被睡 你第一时间 没看到雷克赛 你被睡到了 你就来不及去做反应了 是 哇 小虎今天状态火热 真的这么说 春天的小虎 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尤其是 现在离春天更近了 现在是 真正的春天 你说年前 还有点在冬天里的嫌疑 是不是 现在 随着春天到来 小虎的状态 22龙台 从龙都过去 很久了 这样 小龙宝跟小虎 再一次 完成了 对耐斯的击杀 这把野区感觉 卡萨 被反了 很难受 这野区有点炸 去上半区 有一个狼行 去下半区 又有小虎 对吧 还有小明 这咋办呢 涛博这边 确实没啥人能帮 优秘这个英雄前期 也不太好 去野区 和打野做一些事情 涛博现在就是拖 好吧 等六级 六级就是他们 做事的一个 时机 又来了 中路 前面 没事 是交了闪的 这波只要睡到 又没了 是的 而且这个线是过去的 小虎多久剩六啊 应该快了 打野手这个好难受啊 还早 还早 这只能吸经验了 很多时候 可以用课去 偷偷吃一点 不过这波线 马上要过了 掉个惩戒 现在不能再死了 不能像上一把一样 这他上一把 就是因为零杠二 完全没好玩了 前面 让对面轻易的 把血球滚起来 是 不过这把 好在小五是一个 左移 没办法像上一把 很快的给到队友 一个反馈 而且这把猪妹 还是能抓的 对 他没带进化 不像上一局的 赛拉斯 不过有个治疗 其实容错也是有保障 是一只 骑着猪的游迷 哎 车漏了 难受 这种烈士漏车 真的心态 遇到了 我给他摸一下 W没有甩到两下 要走了 这边小明也支援过来 小虎也过来 感觉要 直接动 在这个位置是 卡士也插了一个 淘宝的真眼 中路小虎推的线过来了 同时RNG双人组 也支援过来 这波还是可以直接动 两边神栏都没TP 下路中路线 都是RNG的线圈 但其实打这个龙 还是比较伤的 看跑跑怎么选 是直接让了 还是找机会去 尝试抢一下 没视野啊 守子哥过来给视野 这个龙想抢 没有抢到 猪妹先被开 布鲁被动打出来 守子哥RG举 一个一级的 拉了两个人 效果还不错 小虎宝先被警察 在残疾当中 卡莎收掉了 对面的猪妹 而且回上还能再打吗 白体这位小虎一级的进场 一个飞行被挡到了 这位置卡莎 一个被动A出来 是说到这个人 都在残局 带着幽咪的一个40 有点势不可挡了 闪现去追 隧道进化直接解 小虎这边能走吗 走不掉了 好像罪名 能不能晕住 墨鱼飞弹 减速到 A的到吗 又换到罪名 猫咪给加了一口速 A到一个P 漂亮 你已经死了 只是你还没有发觉而已 是 但是这个时候狼行来了 狼行来了 发现也没什么好办法 这波 波特克直接起飞了 这202 而且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波 淘宝能打赢最大一个人 就是可能AD的一个战斗力 而且这波手子哥打得好 这波手子哥 那个R拉到两个人 伤害很高的 看一下这波 这波其实RNT确实 就是 胆子也挺大的 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 因为毕竟是当着 对面一个视野在打 就第一时间 淘宝是知道你在动这个龙 Betty已经活了很久了 这波Betty进草之后 A加虚空索迪的 瞬间触发五层电疆 把对面的 直接把一个猜血的脚跃给秒了 对 但是可以看到还是打不过 我觉得主要可能 你看AD装备的一个差距 就这边 我这个女神之类是 基本上零收益 就是一个零收益 对吧 现在这个时间点打起来 打完下路技能也用了 小龙宝有想要针对的一个想法 但这个兵线位置不是特别好抓 把小虎也呼唤过来 有视野看到了 这波套位应该意识到了 想应动 这个位置 闪点 不给套的空间 我直接秒了 而且优秘也掉落 而且扛塔扛得很细节 Betty靠着凯旋回了一口血 没有被打死 我不信这是算好的 感觉没有凯旋这一下 可能会死 有可能吧 因为他就磕血平了 血量又散了一点 但是这一下真的凯旋回了口血 正好能够打死 杨安琪今天这个抓机会抓的有点好 是 就这一波其实机会抓的挺好 就刚好一波线推过来 然后我终于也都来了 然后最期的是 陶伯其实是知道这一切 可能他也想到了 但是他毫无办法 但是这也是另一点 我觉得猫咪配 除了一尊尔之外 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猫咪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跃塔的辅助 因为他防范跃塔上面 在六级之前甚至没有任何能力 我觉得你如果是个强势打野的话 可能没啥问题 对 就这把你其实猪女前期是 很难给队友更多帮助 就是配一字 是因为他有至少一段位移 如果没闪清 他能拉开被跃塔的这种绝境 但是你配合一个像恶飞刘斯这种 那塔下只能等死 塔下AD死了你就也死了 对 买一送一组合 那中路打完那波小龙团之后 现在手子哥其实六级以后 也不太怕了 是 而且现在RNG其实不太敢轻易抓了 不过这一波下路的一个干客 是把即将起飞的一个恶飞刘斯 直接又坠机了 扼杀了一下 好吧 扼坠机我觉得太过分了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很 我的我的 塔下魔宗现在也有了 那后续吧 这个霞武先锋的一个掌控 现在涛博想去动一下 视野也都做好了 但其实小龙堡这个位置是听到了 对面在打 下路可可来得更快 涛博这边 先来了 感觉RNG只能放了 也在路上 RNG 其实逼得不远 来不太急 这波可能说想要接一波团 这个先锋我可以给你 但后续会不会让淘宝人走 淘宝选的所有人都往上走 狼行的位置很危险 被接了控制练 狼行白给了吗 淘宾就顶了一下 一了四个人 但是最终没有机会 把大招放出来 那这样小龙堡进去 感觉也要白给 最终是换掉了对方的AD 一换二的结局 这波RNG还是亏了 狼行这位置没交出闪来 这波淘宝处理的很好 就是你想包我 对吧 你包我的同时 我也可以利用你阵型一个分割 先去激活你一个人 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吗 这波狼行本来是想等到队友 过来进行一个留人的 他没搞清楚谁是狼 谁是羊 是 对吧 这波就是他觉得他是狼 但其实他是羊 3.9这个一加Q的连招也非常的快 直接把他击飞 然后配合上 KASA的一个大招 这两波打完 感觉涛博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 而且就打到中期 就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涛博战斗力是不虚的 因为现在卡莎 还是很需要发育的 是 就他这个魔踪没叠出来 包括没有两天套 的时候战斗力都是不强 都是彩眼 但是猪女在附近 这波先顶一下 捡了一个闪现 闪现到脸上一个睡 睡得很精准 这个位置 手足哥先倒了 后续再顶一个猪女 那猪女现在还是比较肉的 闪现过来一个游蜜 上来给一口奶 后续369也支援过来 这边RNG能不能撤退 可以撤退 这波是AD不在 而且上单对方支援 更快一步 369是宁愿交这个TP下来 也要保下自己的队友 今天打的确实太激烈了 感觉就每一分钟都在打 一直都在打架 主要是我们解除了很多LCK跟 什么LCS 我没解除LCS 但我看了很多 就你感觉 确实还是我们这边过瘾一点 就失误虽然也有 但是观众确实看得过瘾 干就完事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 我上路369因为支援 其实狼行是吃了一些塔皮 还是比较舒服 领先一个TP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 第二条小龙又刷了 而且这个先锋感觉 涛波瑶赶紧找机会去放了 因为马上14分钟过了 还有一分多钟 鲁蜜圣杯也在路上了 狼行继续吃 现在身上有TP 不着急去先支援 反正等下有一个好的眼位 就可以了 小龙宝又来下落 哎呦 涛波你看 Fotica就很懂 对吧 这个位置就 我看着好像很安全 但我再往前走一步 可能就被挖了 嗯 两边都迟迟没有动 这套风龙啊 现在 手子哥这个也是 比较追求伤害的手术 是 对吧 节奏还是很快的 嗯 刚才那把 Icon前击很顺 直接是先出了一个火箭腰带 对 但这把手子哥 其实前击发育是不太顺 主要是火箭腰带 能撑点血量 所以对很多 前击打小船还是比较猛的 对 那个燃烧宝石还是很猛的 哎 上路这波想动狼行吗 起飞 狼行这边是有闪现的 看看要不要闪现躲阳 小羊 在走位 反向走位 大家失败了 再来一个反向闪现 这位置一个爆 但是爆到三个人脸上 哎 这 这波头牌送抱有一点 主要头牌送抱 还把闪现送出来了 是 他上一 上一句他很猛 就我觉得他其实第一时间 往塔下闪就走了 对是啊 对方也就 江湖规矩 这种可能说我想秀一波 关键他这波 他我看懂 他的第一反应是 他想把奥恩抱回来 让奥恩不要 二段羊撞出来 对我看 我是这个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发现 抱没抱成功 他又被羊鸡飞了 他想先交产 躲一下大家的伤害 再试试能不能杀 是 也是趁着这个 塔皮的尾巴 是把这个先锋给利用上了 是 但是与此同志 RG在向上就换掉了一条风龙 这波其实 涛波也是想明白了 这个风龙 我不太想跟你争了 因为现在我 饿飞流四加 优秘这个组合 确实不够强势 还需要一定时间发育 这边大招开出来 但是布隆也在 后面一个挺身而出 再取盾牌 帮忙挡一下技能 现在双手组换到中路了 而且优秘应该 刚才我看香罗航 那个圣杯 大圣杯应该已经出了 圣杯已经有了 就有 还没有 还没有 装备现在很好 刚才我看就是这两家装备 这波回去还是没能出的 原来还差点钱 就现在优秘有这个大圣杯 其实这波有了 做完能力就比较可以了 对 他还是比较 这个淳朴 他对线还买血瓶 我玩这英雄对线 从来不买血的 圣英雄 好像没有喝血的意义 你能喝血 鞋也不用买 对 对吧 你能喝血的时候 基本 感觉是除了神女之外 唯一一个不需要鞋子的英雄了 现在两边没有地图的目标物了 就看野区 能不能找到机会 那两边打架的欲望很强啊 两边都是那种 很容易抓到机会的一些英雄 然后就 先敲个眼 马上快能敲装备了 马上12级 12级先敲自己 后续好像是马上要被砍了嘛 就以后 13级能给自己敲 这是加强过一次 你知道吗 就是最开始是13级能给自己敲 然后把他加强了一次 就是当时觉得13级太慢了 把他加强了一次 然后现在又觉得又太强了 设计师在反复横跳中 寻找峡谷中的平衡 是 真的就是这样 我发现 他最开始就是觉得 哎 说这个太慢了 我给他加强一下吧 结果现在发现又不行 这太猛了 看一下 安级这波 想打上半区 视野都给到 而且狼星现在应该是有TP的 这波其实369是没踢的呀 这波打起来 感觉淘宝有点不占便宜 小虎这边暴露在视野里了 睡睡到了 猪妹这边回声赶紧交自己的位移 还是被飞行拉到了两倍的伤害 但是369已经徒步支援过来了 万豪是有踢的 感觉这波其实淘宝挺被动的 要必须做出选择了 不然下路会一直亏限 而且主要猪妹的血量不是很好 不过猫咪可以过来乱一乱 又是到369 他可以靠W顶掉这个催眠的效果 顶掉了 后续一个飞行也没有中 淘宝直接选择把下路前锋拉出来 开始打 现在狼星应该在找一个TP的一个位置 还是说这波先锋直接放了 感觉他们撤回去就放了 那这波可以压一波中路啊 其实不让淘宝这边的人回防 有没有机会 压 感觉这中塔掉了呀 小明还带一个爆破 打得爆炸亏啊 是 这个真不转 主要现在17分钟的先锋 收益很低 而且下路也掉了 这波 就 上帝视角来看 这波徒步支援过来有点亏 一是亏了发育 二是经济上也很亏 是 这个中塔的战略意义还是比较重大 但是没关系 又拿到安卫甲了 我看这个卡莎的装备 其实也挺久没更新的了 是 他跟厄飞流斯应该都挺长天没回家的了 对啊 没有太多发育时间 怎么打到这会儿就 就 就 就可能 大笑也被这波安基 精彩的一个资源交换给震惊了 就直接出现了一个 将近3.7 6.3开的这么一个局面吗 我觉得没这么高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 5.5 对 我觉得最多了那都是 5.5 4.5吧 因为确实两边这个阵容都有无限可能性 而且这种1000块的经济 就一波团战打起来 没感觉 而且左边进化太少了 哥 左边是没有进化 抱歉 对吧 这个意味着非常容易被找机会 就这个奥恩等一下中心 奥恩和猪女 对吧 包括 猫咪 角月 就真的 我觉得左边最大问题还是双车都没进化 是很容易被杀的 他这波先锋直接撞掉一个中路一塔 我觉得还是值回票价 又去动龙了 这条土龙 涛博率先站位 RNG在位置不好听话 甚至只能选择放掉 他们在这边也没有太多的视野 来看一下 小龙卯挖隧道过来 这个位置听知道对面在打 随便希望没有抽中奖 那这个龙应该是只能放掉了 会不会去抢这个位置 狼行在包夹 这个位置其实狼行的位置还不错 狼行又来了 闪现无压缩飞机 而被零四交出了一个闪现之后 猪妹顶进去熬子 一样撞得非常好 击分了那边四个人 但是 Betty先被秒掉 而且侧面进场的Betty 面套了一个虚论 世界中风没有击中Betty Betty还在输出 狼行一个一捏了那边四个人 Betty这边还活着 Betty永远的神啊 这波 这波全死了 Betty沙打疯了 这波雷格赛是拿下一个三杀 配狼行跟Betty这波打得有点 这波狼行开得好 有一说一 狼行这个进场位置太关键了 那个位置就直接导致 这波恶飞流思什么也没干 直接死了 是 虽然交闪现了 但是依然很快被监察切死了 这波感觉恶飞流思 其实第一时间看到了 走位有点靠前 后面这边 队友虽然猜到了 想跟师叔 但被一个冰川练习打铁 再加雷格赛一个大招 直接完成一波 而且这下E Betty没有被击飞 反而是万豪的 猎炉直接捏了四个人 再加上刚才还有一个细节 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 就是 守则哥进场被套了虚弱 导致戴安娜 越落的那一下 伤害没打出来 是 现在我们都知道 戴安娜大招第二下的 那个第二段的伤害是最高的 我这波对于淘宝来说好伤 主要直接让卡莎 卡莎装备成型了 现在两件套有了 狼行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虽然数据上不太好看 但这波团战发挥至关重要 是 淘宝感觉要好好思考一下 下一步的一个计划了 现在主要打的感觉有点乱 进入RNG的一个乱斗节奏 恶非刘斯没有办法打伤害 你看下一波 白T打了38 但对面AD只打了530 确实输出不了 就你被抱进去的那一刻 你这波团战感觉已经没作用 是 RNG后续的一个运营吧 但淘宝这波也是有收获 又是安慰奖 土龙拿到了 这样至少的话 RNG滚血球的一个速度 不会说那么快 但现在这卡莎怎么办呢 而且卡莎这英雄选择 有一个好处 我可以抓大龙 对 而且他这把 其实出装也思路也很对 就是因为自己的 他是直接走了一个偏AD的卡莎 有点危险这位置 但是队友都在附近 这波感觉开手的歌 能不能秒 秒掉了 直接不容一个被动挂 然后去优秘位置 有点危险 赶紧一个某点钟 能保护自己做一个撤退 这RNG上路这波推进 是挡不住了 拆四个人 直接选择果断 把这个二塔给拆掉 高地塔有没有机会 小兵不是很多 是小兵要绝了呀 后面小兵 想了一下算了 但现在这个局势 已经非常被动了 非常难打了 这把手子哥 又是惨遭 真对啊 感觉这把RNG 中野节奏有点好 你没看见是吧 没事了 我错过了什么 就漏了个车 没事 你为什么 这你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导播传统异能吗 就切到谁 看来那车漏得很极限 那车漏得很极限 就那车 我觉得不太可能漏 然后他漏了 左翼这边 帽子 戴在身上 小明 水银也是出了很稳 他上一波就有了 他上一波龙湾就有了 这些先出水银还挺好的 因为现在确实辅助装备里面没有太好的装备 就还不如说让我自己生存更有保障 在团里面多活一活 就你要么就实际上我是蛮假 对吧 你现在让自己也是能多活一活 也是肉起来 对 差不多 对吧 我解控我少吃点技能 哎 一个是睡到了 这位置 会不会选得上 哦 这一个给我打爆气泡的伤害 双倍伤害有点痛 小龙还有一分钟刷新啊 现在小虎现在很关键 而且这把小虎这个出装很暴力啊 直接是一个帽子 土龙马上又要刷新 而且这波三件套卡杀呀 这AD直接领先一大件 这波团 我感觉涛博还是放了要好一点 就这团队你打了 但你说放了 但你怎么打呀 对吧 你一个没闪恶飞流斯 你这波怎么打输出 这波我就狼行 我什么都不干 就一个乌鸦坐飞机 就把你抱回来 就都不用抱回来 我把你抱走 我感觉正面团队 白体输出都有点挡不住了 20秒 看一下涛博 涛博现在需要一个漂亮的先手 对吧 如果能把白体秒掉的话 我觉得团队还是能打 白体没进化嘛 这是一直以来 我们觉得有机会的地方 或者说把小谷秒了 我现在能想到 打赢团队比较好的方式 可能就这两个 在站位置 我一边在侧面消耗一手 睡到猫咪了 赶紧上身 没事没事 龙在打了 涛博这个样子好像不想放啊 涛博过来 龙已经快被打掉了 小明妹减速到 龙进来抢 没抢到 那猪妹这位置不是回不去了吗 得睡了 而且这波一个乌鸦坐飞机 撞到了三个人 位置有点好 把杀马进去 直接秒掉恶飞流思 侧面虽然带着猫咪 好像奥恩能走掉吗 也走不掉 被一起的捏回来 再交闪 我要带着我们家猫咪回家了 但是小龙好像能顶到他 刚才承接完 零光屏幕给他加了一速 不追了 选择果断的回去打大龙 但是你不追 我不会放你走 狼行那边又被打了一套 鸟呼一下狼行 做撤退 这个大龙感觉 稳稳的收入囊中 有卡杀速度很快 还是那个问题吧 就这波团战 我不知道涛博打的有什么意义 就除非说 你有一个漂亮的先手 抓到对面失误了 不然 即使说这波 喀萨你抢到这个土龙 对吧 那你把大龙送了 还是没意义 就这波我涛博 杀你两三个人 你打也死了 我依然可以去逼这个大龙 是的 他们可能也是感觉 拖到后期 也不是那么好打 这波想搏一搏 对吧 拗出来搏一搏 我失败了 失败了 快走吧 人生能有几回搏 虽然这波看起来 搏的面特别小 这波可能就是那种好赌 好赌吧 反正在我视野里感觉 所以这波可能就是一个28开的一个团战 你竟然还能给到2 为什么19开都给多了 老东家给个面子 好吧 这波真的好难啊 是啊 主要 刚才拜替也是有双招的吧 小虎好像也有双招 好了 现在最后一次机会也要破灭了 拜替这边一个水银时代出在身上了 那只能看小虎了呗 就看小虎 给不给点机会 哎 也去遇到了 这个位置 先定小龙宝 小龙宝是没闪的 有一个隧道被打断了 我不是阿几的阿道了 这纠极预判甩居 但是没想到这边地道是没有去钻 是打断了 他钻起来就被打断了 但是他旁边好像下面有个地道 啊 反正这个空了 这波 诸美大招没了 感觉RNG这波推进可以顺风顺水的推了 稍微去带一下后面兵线 做一个四一分带 两个意大利炮呀 有点 有点难清 中路怎么办啊 淘博现在防守不了啊 主要角约这个英雄没有清兵能力 又被小虎打一套 位置RNG也不着急 慢慢打 他们现在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打一个反手 对吧 等你来开我 是 下面利用营业 这波清兵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 架不住的是中路高地已经要掉了呀 这个防御塔 来了 这波感觉 这个中路塔是稳掉的 淘博会选择去开一波团 主女大招好像是也好了 不开一路开一波 现在是 对不对 主要拖的话也是一直被滚雪球 看还有没有活一波的机会 那谁就开 这两下营业轰得不错 手子可想上 但是没有好机会 开不了 开不了 下路线又被万豪带过来 刚才主要是因为看到万豪不在 感觉有那么一丝想开的冲动 主要现在就是这波不开 下波开 因为你下波不开 龙魂没了 对下波应该是就是龙魂打了 龙魂没了 你再想开的话 就更难打 完全不给机会啊 RNG 是 浩博现在 真的 他们现在能做得最好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波放弃点兵线 提前出来 几个人找个小草丛一猫 然后看看有没有出现失误 直接被开死 就迷路的 这感觉好难啊 主要现在RNG也很聪明 大家都是职业选手 怎么会上这种大 是 我就一直抱弹走 对吧 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小龙50秒刷新了 这边 选择回城 小龙宝很贴心啊 上路还掩护一手小虎推线 忘了对面那个打野吧 对不对 40秒龙魂 小虎应该也是 清完这波线 应该赶紧往中路去靠 托迪克这把 装备拉下有点多 到现在没有 没有无尽 本来是个梦幻开局 是 202 2-0 现在变成24了 是 快死那两波都是团战里 先死了 是 就贼难受 这是你玩一定最伤的 就你知道什么 什么罪气吗 罪气就 对吧 今天还有个五三 是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但是你想那个五杀的 也没赢 比欧三 是 你这把他拿五杀 他都没赢 对不对 你得这么想 人不能老是看那个 让自己很笃心的那一段 有的时候你就得有点这种 RQ精神 这直接放了 不要了 那就是 准备在自己的地盘上 跟你来个决战了 就主要这把 他也没法换一个惩戒 对 不然的话 等下双城还真能 搏一搏 RQ这边感觉可以直接去 中下去压了 现在有土龙魂 容错率又涨了两成 中路我都不推了 我直接推下吗 W技能没中 不过现在没有大龙buff 感觉不好推啊 这波应该可能还是压着 不让你出来 我吃点你也去资源 然后等一下直接去大龙 是 这波要推的话 感觉RNG推中路的话 难度会低一点 开始吃 两个人共享一组F6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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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人 这时候想来反这个红buff 但是小明位置有点远啊 感觉这波试探性抢一抢 不行就算了嘛 反正这个时候准备的是 等下一条大龙 然后大龙打完 做最终的总推进 这波小明和狼行都不在 还是稳一手 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候出岔子 而且狼行这边还可以偷偷吃个篮 这好爽啊 大龙也要刷了 这个大龙 我感觉涛博给的话 基本上就是等输了 说实话 但是不给的话 感觉就是 就出来送一波 出来送一波 除非这波 猪妹下去抢到了 我觉得出来送一波 至少还 还能站着 对 至少还能 看出来是想赢的 就还有点机会 说实话 你真等着那种 就三路大军压境 带普龙 你带去博的话 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我觉得现在波 可能机会还大一点 这波在抓机会 卡塔也是藏了一个位置 安基好稳啊 现在啊 你就看安基这个走位 不给机会啊 小明站前面 我有水银 什么技能我来吃 但小虎这波很凶 请平绕后 猪妹打招已经甩空了 是睡到了 OK 打出顶 顶端正面的猪妹 开始上十八甲 能不能撑住 将闪现回去 一个大招 打回去的三个人 一角再捏了三个人 卡塔 直接啊到最后 给切磋和威德斯 开一个水银 解掉了虚似的减速效果 猫咪赶紧上去 上到猪妹身上 但是奥恩 活不下来了 而且小龙堡一个大招 跟过去 跟到了戴安大上 戴安大上的 戴安大上的最后 减速场景 减速地带着猫咪的猪妹 猪妹倒 猫咪也要倒 那可以提前 恭喜RNG 今天干净利落的 2比0 战胜淘博 是 那这样的话 也是拿到自己春季赛的 第一大场胜利 这场我感觉就是 全方未连 说实话 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有一说一 我感觉 RNG每个电打 都比套博要好 这话真没啥毛病 就实话实说 是 我们也是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确实我觉得这场 自从那波小龙堂打完 这个游戏 已经没套完了 有点 那波团上 其实输得有点不应该 就感觉 Potico这边 可能左卫有点太激进了 但狼行确实很关键 狼行今天 确实就 狼行最近 对吧 也是大家经意乐道去讨论的 不再是那个 对吧 钻一一 战神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王者七八百分 年前的比赛 好像万豪还不能上场 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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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谁都用了 圣诞哥也用了 但是当时狼行没拿 对吧 就可能当时还没来得及 是 但是现在经过了 一个多月的 这两局狼行打 这场可能战绩不是很好看 对 但关键的 但贡献很大 对 这个团战就是他把 对面方这个开回来 然后完成了几啥 并且 我觉得Betty真的很出色 Betty这波 就这一局 在那个小龙那波团战 其实我有注意看 他被套虚弱之后 还有意识的往上走位 躲掉了奥恩的那个 赤裂冲锋 然后一直在打伤 细节很到位 就很细节 真的很细节 他最后一波也是 在队友已经 从把团战开的情况下 直杀对方后排 包括今天中野吧 我觉得 就今天小龙堡和小虎 这个联动 其实给涛博 从野区到边线 都是很大压力 反观涛博这边 其实今天 就感觉像是有点路人了 没什么配合 打打都没有那么整体 而且另一点就是 我觉得卡塔这个猪妹 没有发挥出太好的效果 而且第二把这个阵容 感觉没把他那个 想要的效果打出来 就我能理解 选这套阵容那个原因 就是我这套阵容 打团很扎实 对吧 前阵不出问题的话 我到六级那波 小规模团战 或者说正面打一个大团 其实对吧 要先手也先手 要反手有反手 比较好打 但你这种唯一问题 就是前阵太弱了 当然自己利用 你前阵弱这个点 先入清理野区 然后再约你下路 直接把雪球给滚起来 所以确实 我觉得今天这个 淘博还是要回去 总结一下自己的 这场怎么不给我们 标伤害最高的 那个小标志了 这把可能就是 大家伤害都差不多 没有啊 那是标给伤害最高的呀 这把就感觉 我们能看出来 是吧 那这样 就小虎嘛 小虎 对吧 今天小虎 确实顶这两场的一个发挥 这把虽然MVP 不一定给他 但我觉得小虎这把 确实打得也很好 是 确实春天了嘛 正如 季导老师那句话嘛 对吧 叫啥来着 我好像有点忘了 你这到底要说啥 有点忘了 大开用我那句好吧 如若有天 虎归山 必将血连 浙江山 可以 这次他刚一个比欧山 我觉得你也不要说得太急 对吧 毕竟 拿手胜了 对吧 拿手胜 吹一下可以的 是 看一下全场的精彩回放吧 这是 一个博弹 博弈 其实现在都是 就不是小龙 就是先锋 基本上就是两个东西 对吧 小龙 先锋 龙魂 这波团打完 基本上已经很难了 对 后续这边完全就是RNG的一个节奏 就RNG不失误 淘宝就没机会 包括这一波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是 没办法的决定 被迫的 都是没办法的 我们也不能说 什么涛博到后面就失智了 不是 就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这种就比较难的一个决定 对 这波直接TP起脸了 你还怎么办 这经济上劣势太大了 而且 涛博现在在对面有双水银的情况下 你都已经开不到合适的人了 主要是 又是狼行 一个R加E的连招 给对面几乎所有人都挂上了电缰 然后 Betty找到机会 直接飞到了厄飞六四身边 对 他们这把这个冲阵 让卡莎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进场空间 是 这把厄飞六四 就只要 我不说他被暴倒 就他只要被砸到这部团 他都很难了 对 他只要被挂上电缰 是 他就没了 因为卡莎可以第一时间R到他身边 他就 就砸到你 然后我一个拉拉回来 你人没了 是 对吧 我进来直接一个飞 反正 我觉得这场 基本上 后面的所有时间里 你都不会看到 涛博有太多翻盘的可能 我觉得涛博也 回去好好复盘一下吧 是 今天确实 我觉得很多点没做到位 状态不是很好 明显感觉状态不是很好 明显感觉RNG是 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然后队员的状态也是更好的 当然我觉得 你不可否认的是因为 打九输战场 这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 对吧 尤其是 按照咱们现在的日程来讲 春季在野 帮他们洗一下好吧 来 都怪训练赛 我涛博可是四场全勤 对吧 之前我也是在云聊天里面 就跟球游他们 一起看他们打训练赛 然后浩哥刚好也来了 然后就跟我说 你都不知道这训练赛 就很伤 对吧 赢了没好处 输了我还要被喷 而且确实在那段时间 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一下 是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就是春季赛 打了现在两场比赛 他们打了两场比赛 你们也说明 我们也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 对吧 而且这支队伍我相信 他们在今年的整个一个人员变重上 还是挺大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吧 就是 先看一下这把一个MVP 也是给到了小龙宝 9-2-9的一个数据 85.7%的一个参团率 20.9%的伤害战比 是 本赛季的第一次MVP 这场比赛 拿到了招牌英雄雷克赛 我觉得小龙宝 现在在RNG里面 确实融入的很完美 对吧 他包括从他得杯的一个 一上场经验发挥 对吧 带领RNG直接夺冠 对吧 是 他的一个容忍 就没有让人感受到丝毫的不是 没错 很契合整个团队 来 那我们的线上采访 连线环节 已经准备就绪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谁 我们先来进采访吧 来看看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哪位选手 来 哈喽 小虎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先跟我们的收看比赛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RNG的中端小虎 来 今天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啊 第一个问题是 恭喜RNG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也是算是春天的首胜吗 然后长假 因为连着一个过年 到后面的这个疫情期间 休息了那么久 选手的比赛状态 你们今天状态是很好 你们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其实大家知道如果一个战队 任何比赛都参加的话 其实一整年是没什么休息时间的嘛 然后这次也是 休息了很久很久 大家都差不多恢复了很多元气吧 然后所以 打得也都还不错 那 因为我相信你 算是出道很早的职业选手了 但是 依然我觉得你应该是第一次体验到 线上打LPL的感觉 你觉得这和线下打比赛 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没有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就是氛围的问题吧 其实在线上打 挺嗨的吧 就跟打线上赛一样 就是不爽就上去干就完了 也会更轻松一点 是不是整个在心态上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你们这样打完这个线上的比赛 是不是也比起平时去线下的话 你们可以打完立刻跟身边的教练 或者说分析师都得进行一个总结 对的 刚才打完比赛之后 骂他马上就过来骂我们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比赛还要被骂 你们打成这样还要挨骂吗 要求很严格 要求太严格了 那今天也是对面的 打野是你们的老队友Casa 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特别照顾你 或者你有没有在游戏中觉得你有特别照顾他 其实今天我挺担心的 因为我们打比赛之前有过一个 线上的就是去试验一下 Tim的问题或者什么 就是跟TS战队一起式的嘛 然后Casa选了个机器人 一直盯着我勾 我还以为他今天会 就是一直针对我 但是连续选了两盘 猪妹我还是比较安心的 主要是第一把他中路抓你 被你秀掉了呀 那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 你那波操作啊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这波我秀了 就那波在中路一朵大然后勾河线那波 那波因为我们大家在打先锋嘛 如果我不上去拖一点对面时间的话 可能会给对面会给对面那个拼成的机会吧 然后因为能拖个猪妹大 还有一个亿的小卫衣 所以就试着去做了 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那波我跟你说 明天可能就会被捡到各大媒体的精彩积极 那还想问一下就是石哥这么久都没有机会在比赛中和大家见面的 今天赢了比赛 在线上比赛打完之后有什么想对支持自己的粉丝和支持RG的粉丝说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吧 然后这么久没有比赛 这么久没见 相信大家也挺想念我们的 然后今天也是成功的赢得了比赛 在大家这么无聊的时间给你们带来一点欢乐 我还是比较满足的 好那也感谢小虎接受我们的采访 然后也希望接下来小虎和RG能够继续加油 在接下来的春剧台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感谢小虎 拜拜 拜拜 好啊 这马上为什么要骂他们呢 就有什么值得骂的点呢 毕竟是对吧 T1出来的 钱 要求不仅对自己对吧 对其他人要求也很严格 可以理解 因为对吧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曾经自己打到过的那一句话 我们是 对吧 对吧 来 在贡献榜上 小虎第一 小明天 看到了RG这么好的一个发挥 是 也感谢所有粉丝们 对于所有我们职业选手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选手人气势力榜的环节 再次说一下这个榜单 百分之百是跟大家的这个打场挂钩的 跟游戏内的表现等等 没有任何的关系 老板们的支持 是 那今天的比赛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可能也是确实太久没有看到比赛了 相信今天的一共八场对决 都能给大家在短期内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让大家就是过瘾了 哇 我是真的过瘾了 反正我看得很过瘾 我也很过瘾 我主要是我太长时间 我上次 本来我想能多解说几场LCK 结果我解说一场那边停赛了 是 而且就今天的比赛 我不说质量有多高 但是每一场都是激烈拉满 是的 就起码你不会觉得说让你都无聊 就没有那种垃圾时间 就我们两个突然发跃了十几分钟 来 来看一下 今天的总体赛果 首先第一场OMG2比1战胜LNG 而在第二场当中 FUNPLUS2比1战胜京东 拿下赛季首胜 最后一场是RNG2比0战胜Tobo 拿到了赛季首胜 本场赛后 还有三支队伍 现在大场没输过 他们分别是E-Star IG以及BBT 而今天输掉一场的京东和Tobo 紧随其后 最后是止赛两场 分别是1-1的EDG RNG VG RW OMG 以及输两场赛三场的FUNPLUS LNG 以及后面止赛一场 却收获副场的老干爹 苏宁 W 以及V5 最后是两战两败的Dominus 比较可惜 需要继续努力 现在场次少 这个也仅供参考 明天为大家带来的 明天真是两场 比我算 我记错了 明天是两场 明天是5点 为大家带来的Dominus 对上老干爹 以及7点 新军E-Star 对上苏宁 也是非常好看的两场比赛 我相信一定也会很激烈 是的 那各位 许久没有看比赛的观众 千万不要忘了 明天5点 精彩的LPL线上赛 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比赛直播 也希望大家在观赛之余 注意好自己的个人安全 那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 依然保持一个健康 积极的生活状态 对吧 让自己的身心都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比赛直播 到这也全部结束了 感谢你从头到尾 如果你从头到尾观看 真的你也挺辛苦的 当然 感谢所有今天收看了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 我们明天5点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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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